大家好,我是呆呆兽棉包 今天在这里为大家讲解一下SFC美少女战士游戏 another story的剧情和流程 作为长久的美战粉丝,特别喜欢她的故事 这个游戏是1995年,美少女战士第三部放映完毕的时候出来 因为之前已经玩过一次,这次不希望再进行前期的孤噪的链子 所以就输入了密码,从16级开始圈圆 这个游戏的英文翻译来自于粉丝自知 还经过了一次大幅度的重溢和优化 这里要好好感谢这些热心人 还有国外有很多攻略,也帮了我不少 故事的一开始是一颗神秘的彗星,突然接近未来的水晶东晶 几个年轻人突然神秘的失风 新悉尼雷帝女王感到非常的不安 所以她向饮水晶进行祈祷 她们也就是未来的小兔和小微 从对话来看,这应该是黑月帝国事件的多年之后 水晶东晶获得了重建,又恢复了繁华 女王预感会有强大的邪恶力量 话说未来的女王好像没怎么展示过弹斗力 就像她母亲那样 但是她坚信水手战士们一定能打败新的敌人 为世界重新带来和平 这个视频我用了很多动画里的音乐 不是游戏里的原神 我也要喝到大的 对吗 这是有点难做的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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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正当小兔和小小兔彼此间打闹的时候 一对神秘的姐姐是在暗中观察的他们 并且探讨着如何去改变命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和小小兔有一面支援 还曾经捡到了他掉下来的饰品 游戏则从二十世纪的小兔家中开始 一开始露娜叫醒了睡懒觉的小兔 露娜预感到街上有些奇怪的事情 露娜和雅蒂迷斯在这里面都是作为半个游戏辅助的NPC 他们会教你如何来操作游戏 包括在这里利用露娜P来存导 在一番对话后小兔起来出门 按开始键 然后会显示出组合计的界面 然后把两个或者三个战士放在一起 按Wire 如果他们之间有组合计的话 就会被正式开通 如果没有的话 就会显示连接失败 像小兔就和所有的战士都有组合计 小小兔也和绝大部分的战士都有 LAP越高组合计的威力越大 组合计只消耗一个人的行动力 但是能量是两人一起空 还有饰品也很重要 每个战士可以最多装备三个饰品增加属性 可以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两件专属饰品 剩余大部分商店买的 阵型也非常重要 靠前的人加攻击力 减防御领的靠后者的相反 而这个X的阵型 中间的人攻击力最高防御 我也是我最喜欢用的阵型 还有可以查看每个战士的状态 属性 基本信息和技能 还有已经激活的组合戒 有露娜P的地方才可以存档 还有每一章的结束的时候也会自动给你存档机会 几乎每个小镇的旅店还有每一场大战之前都会有露娜P 还可以进到静武的房间 这个NPC前期是为你回复生命的 后期则会在各个场所卖东西 这位大马表示自己年轻的时候可以与小树一战 这里就是麻布十番 一直往右是小树位的家 但是现在不能进去 游戏厅在这个游戏里没有剧情 但是每次进去都可以和原级各个打招 还有韩爷也在这里 他会和你讨论耐流 而剧情这里就需要进耐流所在的珠宝店 进入珠宝店后发现耐流和他妈妈正在被一只带魔洗 在露娜的建议下小树当机立断变身为水冰月 念完熟悉的开场白后就和妖魔开场 这里面的指令第1个是普通攻击 第2个是技能都要消耗能量的第3个是组合器第4个是群体 第5个是道具第6个是格挡第7个是逃跑 格挡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技能 可以让防御力加倍 攻击力比较高 但是防御力低的战士在本方完成重场 所以用格挡防止被冰 打败戴魔后小树告诉耐流有危险就好 漫画和动画的第一集 小兔第一次作为水冰月对方妖魔就在耐流家的珠宝店 进入珠宝店第二层房间可以找到一个玩偶造具以后换钱用 忙了一天的小兔打算回家睡觉 场景切换到地场位架构 魏在梦中发现四天王之首的昆塞特告诉他 一颗邪恶的彗星将会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重置 魏问自己可以做什么 昆塞特回答道未来由魏自己来选择 魏醒来后发现家中惩罚天王的石头正在闪闪 小兔感到火穿神社 把事情告诉了阿力和在那里的真情 阿力却一无既往的毒蛇 问小兔是不是在做梦 小兔听报表示有些委屈 表示亚美一定是会相信他 然而亚美却姗姗来词 原来他在和普和军通电 阿力把众人带到房间里四人开始刮货 大家仿佛把妖魔的事情全都忘了 亚美说普和军放下来都今晚 因为要考试两人打算一起去图书馆 大家喊一言 还是最为心直口快的阿力开门天山 问你们俩怎么约会呢 亚美脸红表示说他们还是初中生的 不过有一天实际会成续 美奈子终于赶到了 看着依旧脸红的亚美问原有 真情告诉他亚美有男朋友了 亚美继续否认的时候 熊一郎进到房间里向大家问好 熊一郎恭维阿力说 阿力一天比一天漂亮 得到阿力有些勉强的感谢和他 向大家礼貌的道别离开了房间 小兔你的男朋友呢 小兔幸福地回答 自己和卫士天造地霜都啃过了 虽然他马上就脸红 后悔不该死于最后一局 真情和美奈子表示十分羡慕他们 在露娜的提醒下 亚美因为要取接普德君而提前走 美奈子提议大家一起去跟着亚美 满足一下好奇心 大家都赞同 除了真情觉得不太好 但是最后真情也跟着去了 这段对话很快就还原了 动画里面的人物个性和氛围 这也是这个游戏做的非常好的地方 让粉丝可以好快代入 只是为为妖魔的事情呢 莫非谈恋爱搞八卦 不过才是美奏女战士的正业呢 不过才是美奏女战士的正业呢 真情在这里还有一点灾萌 过了好一段才反应过 不过才是美奏女战士的正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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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天使禁物 当火车游客纷纷出战了后 大家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于是大家和亚美会合五战士一起变身 战斗很简单 前后打掉两个怪 就出托迷的普遍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常打的话 打完之后 大家都会升到六级 这游戏里有动画原创的记录 还有一些漫画当中 录下单没有放到动画的记录 也请战士们的TV配了音 组合机的熟练度 在这里面比较难 需要战士们每场至少用两次 因为每次加0.5 但是只有整副在战斗后才会算入经验 再次行 打完後每個人還會有不同的慶祝動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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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趁机杀死小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告诉战士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